原标题 刘邦的这一个本事就让向羽望尘莫及 更为重要的是 刘邦这一本领是后世一代大帝的必备技能 在揭开答案之前 不妨先思考这一问题 即刘邦身边的小伙伴很多 几乎都是下层百姓 都是一些小混混 也没读过什么书 为何最终几乎都能封侯败将 位居高位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刘邦了解他们 并把他们放在了适合的位置上 萧和 周伯 夏侯英 樊快等等 都有合适的安排 在这其中有一点极为关键 就是真是天才的话 那么就会迅速冒头 比如萧和 相反 刘邦的其他伙伴 虽然位居高位 但总归才华有限 只能一般性的胜任 所以在楚汉争霸中 就不如名将韩信等人 耀眼 因此 刘邦的这一个本事 就是识人和用人 如果项羽和刘邦相比 简直是望尘莫及 陈平 韩信 英部等人 都曾是项羽的部下 最终却都判处归汉 另外 大财犯增却不用 显然是识人用人方面出了大问题 所谓好汉男敌四手 即便能力强如像雨 可以立把山西气概式 但也只能成匹夫之勇 却不足以争霸天下 想要平定天下 治理天下 靠的是人才 包括发现人才和正确使用人才 如今二十一世纪也是如此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 只要能被称为一代大帝氏的人物 几乎都做到了识人用人之名 汉武帝 曹操 隋文帝 唐太宗 朱元璋等时期 都是人才积极 难道唯独这一些时期出人才 其实并非如此 而是这些皇帝会识人用人 所以才看起来人才辈出 不夸张地说 识人用人之名是一代大帝的必备技能 试想一下 如果不能发现人才 不能正确使用 人才 汉武帝能大败匈奴 曹操能称霸三国 李世民能成为天克韩 朱元璋能驱逐蒙元 在一代大帝手下 类似魏清 徐拿等这些韩门出身的名将数不胜数 全都有赖于皇帝的发现和使用 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卫星了 一个卑微的奇奴 却被汉武帝提拔为大将军 创造了让人震惊的军事成就 然而 在一个王朝的末期 皇帝往往都没有识人用人之名 所以江山倾覆 比如清朝晚期 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时 难道中国没有既是大台 不是没有 而是看不到 而是不肯用 历史上的末代皇帝 在这一点上 几乎都不行 总的来说 这几乎成了古代皇帝最重要的技能 越强成就越大 用现在的话说 刘邦是领导型人才 整合型的人才 懂得让一大群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所以 即便自身其他能力一般 但却能建立四百年的汉潮 不夸张地说 如今商界牛人皆懂此道 懂得整 和各方面的人才为己用 史记怀音侯列传中 有一个韩信典兵 多多益善的典故 韩信评价刘邦是 陛下不能将兵 而善将将 此乃信 之所以为陛下秦也 就是说 刘邦是驾驭将军的人才 这才是最罕见的本领 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这一种人才 那么恭喜你 前程必然繁花似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